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原因 讲的是第23课 穷人只想找个饭碗 然后当然基本上来讲 还有其他种说法就是说 当然穷人在找饭碗的过程当中 他也想做一些大事 他也想等到有一个万事俱备的机会 那穷人基本上他也是比较喜欢去等待的 等待的一个机会 可是偏巧很多机会的来临 通常都是万事起头都是一些小事 你总是要做一些小小的事 不大可能说刚好事情到变大事的时候 刚好你刚好参与 你很难找到这个缺点 然后再来机会本身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不确定 所以他根本看不到什么叫做万事俱备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种讲法 他说与其等待机会 还不如创造一个机会 不然的话如果这个机会一直等 讲一句难听的 大家也都能看得到 可是你是创造的人 你本身是主动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先机 所以这个就提到 穷人跟富人的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感谢各位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参考自在法拍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